我叫夏子 我是一名影视化妆师 老娘叫夏子 那在录吗一直 同时也是特效化妆的爱好者 你知道等下要化什么妆吗 不知道 还蛮期待的 期待啊 这两岁吹下人 等下这三个妆容 算是比较经典的特效造型 一个就是纯手绘的 一半脸是骷髅妆 一半脸是肌肉妆 这个烧香妆做的是那种 已经烧了很久 然后它要有一些胶肉 被烧过的那个皮肤 有鲜血还有一些流浓的效果 类似于车祸或者是 撞伤撞毁容之后的效果 我做的特效妆呢 到现在都没有 曝光在大众的面前 我是很期待大家的反应 非常期待 特效化妆对于我来说 它既是一种兴趣爱好 其实也是一种挑战 我就是觉得在我的职业生涯中 应该有一个东西是 它在标准之上 然后呢 我会竭尽全力地去达到 那个标准式去做好 我觉得特效化妆对于我来说 就是这样一件标准之上的事情 我刚开始想要学习做化妆的时候 我成辈人认为是没有天分的 对我有偏见最大的一个人 就是我的老师 然后他当时是预言我 两年都学不会化妆 做不成一个化妆师 我是一个非常要强 自尊心也很强的人 我一定不会被人给看低 而且我一定会让他刮目相看 所以我当时是几乎是 除了回家睡觉以外 我所有的时间都是 跟在我的老师后面 我要么就是自己练习 因为我每天都要给自己 不停地化妆 化完妆然后没有化好 我要洗脸又重新化 最后导致我整个脸就皮肤过敏 然后长了很多的痘痘 而且皮肤还非常的干燥 就近乎于毁容的 所以说我就只能在我自己身上化 比如说手上啊腿上啊 这样子慢慢地去练习 后来我用我的行动证明他错了 我两个月就出事了 成为了一督当一面的化妆师 刚入行的时候比较穷 作为一个化妆师 我需要了解更多的品牌 还有更多的产品啊 他们的性质色号啊之类等等这些 那当时没有钱买这么多的产品回来 那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去商场的彩妆装柜去试 不同的系列 有多少个色号 我觉得那里一个一个地在自己的身上试 那个时候还也算蛮有趣的 就我每一次都要试到人家专柜的BA 就非常的不高兴 就过来问我 小姐你到底买过吗 一定试到很久了 其实我也是很无奈 我的心里在说 老娘一定会买的 但我最后也只能跟她说 我迟早会买的 然后我就走了 我为了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觉得放下至尊 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可以 我是那种可以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 为了自己的事业不择手段的人 我个人做化妆师七年以来的理解就是 我觉得化妆也是应该是一件 把真善美当作理想跟信仰的人 一流的化妆是灵魂的化妆 一个人物的造型 就应该是要把这个角色的灵魂给凸显出来 就是真善美的真 不论我们做出来的造型是美的 还是特效造型那种比较丑 甚至比较恐怖的 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是理想的 这就是美 我很难去度量我会尽什么的代价 但是呢 我一直以来我想要做一些事情 都是那种竭尽全力 不寄一切代价 我一直以为要求你 不在乎你 亲人身太多了 你不变得看 儼臣 我来 我来 我来